那如果沒有下標 那變成說這個就是有點地下的行為了 就是它不會算在 下標的話 Yahoo才會跟你收一個所謂的交易的手續費 但是如果沒有下標 直接自取的話 那個就沒有 就不會跟你要這個費用 可是有下標就會有正分跟負分 正分跟負分 所以你下標之後就要給賣家一個評比 那賣家也會給買家一個評比 互相給就對了 所以其實很多 你們如果看久了之後就知道 很多賣東西賣家 他會先說明說 最好是不要在網頁上下標 因為一下標你就要給3%的手續費 要給Yahoo手續費 所以 買方給還是賣方給 賣方 賣方 賣方要給Yahoo 那賣方會轉嫁給買方 所以就是說 可是它下標不見得是會成立啊 下標一定會成立 對就成立了 你下標你就要買了 對你下標就要買了 對 對 你說今天他在問一下 可能從10塊錢起票的話 那點點點都沒有 沒有那個 那個進標的話就是到時間點 時間一到 比如說我們10天之內 對對對 然後下標誰最高的就是誰得到這個東西 對 對 我沒有做下標以後 他還是覺得你去過 他不要 不要 那當然就直接給負分 對 就給負分 那如果有負分 然後上面會有叫你給意見 你就把那個人的 惡劣行為 把它key上去 那下一次人家 要跟這個人交易的時候就會注意 完全不會想要跟他買東西 或者甚至也不願意賣東西給他 那這個就是變成人家的黑名單了 這個很重要 那所以剛剛提到啦 你們等一下可以大概就是 買一下東西 買東西的話我是覺得說 現在就是說可以到那個像 我剛剛提到的 你們可以先從幾個 幾個點開始先買東西 那買東西的話 當然最 最簡單的 我是覺得可以從那個pchome 各位應該會上網了吧 因為結業了應該都有一定的 基本上網能力了 那網址就是3個w.pchome.com.tw 那按一個Enter就可以了 按一個Enter 或者按這個箭頭也可以 那這邊有個所謂的24小時購物 24小時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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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點下去 24小時購物這個地方也有區分啦 有實衣住行 比如說最近要中原普渡嘛 你也可以怎樣 你可以在這裡買一個實用品也可以啦 點下去 那這邊甚至有的時候什麼衛生紙啦 或者是洗衣巾啊等等的 零食等等的 假如說你今天要買一個 好飲料好了 飲料 點下去 買東西 那比如說這邊假如說你要買什麼呢 買這個什麼 好假設啦 牛奶花生好了 三百三百三十七塊 可是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金額在五百塊以下的話 會有運費八十塊 所以一般最好是買超過五百塊的東西 那你要買剛好是你要買的就好了嘛 反正你試試看嘛 對不對 家裡實衣住行絕對會有嘛 你就試試看 有的時候只是讓自己了解一下 假如你要買這個東西好了 愛滋味牛奶花生 好 點進去以後 像這邊有很多類別 它跳掉了 假如說我今天買一個 這個好了 八寶洲 好 這邊就跳進來 那你要怎麼樣結帳 其實這邊就有一個所謂的立即訂購 立即訂購 點進去就可以了 好 好那你現在就 你的目前喔 就有三 你的金額是三百九十八 因為要加運費八十塊 這個三百一十八嘛 然後加八十塊 所以你可以怎樣 再回去賣場再去買 比如說你可以再買一個汽水好了 你超過五百塊嘛 所以五百塊 大概還要再買兩百塊的東西 買兩百塊 買這個好了 好 這個 這個 加入 立即訂購 點下去就好了 好 這樣子你就超過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你如果超五百塊 你就不會有那個 就是 運費的問題 好那比如說如果你今天 就不用八十塊啦 但是如果你覺得無所謂 你就給他八十塊就對了 五十塊 五百塊以下 就要八十塊 那如果五百塊以上就不用 那你可以結帳 結帳 可是結帳的地方特別注意 這邊會有個你的email信箱 你的email 所以你還必須要有一個email信箱 比如說我這邊有我自己的email信箱 我有一個pchome的密碼 密碼我就把它輸入上去按一個確定 那這邊就有一個我的地址電話等等的 那這邊付款方式它有很多種 付款方式有沒有 貨到付款 你也可以選擇這一個啦 貨到付款 他跟你講說 貨到付款僅收現金 貨物送達時 就是需保持電話暢通 不要拒絕 連續三次無法聯絡 這個訂單就會取消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這一個啦 那我有時候選擇這個信用卡 有一次付清信用卡 現在甚至還有所謂的分期 分期服務 另外還有一個smartpay smartpay就是你可以 就是晶片提款機 就是有沒有 我們那個金融卡 IC的那個金融卡 他到時候會直接 應該拿一個讀卡機吧 直接你直接就付給他就可以了 也是一樣 反正有很多種方式 然後最後如果確定之後的話 下一步 比如說我用信用卡點進去 下一步然後把那個卡號填上去 下一步 欸 就成交了 東西下午就會到了 就這樣子 所以買一個東西 好像滿簡單的啦 像很多東西我都買試試看 有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說買了之後 像買電器類的東西 記得包裝保持完整 像我的習慣就是拆開之前 為了要把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可以先用數位相機把它拍一下 因為拿包裝都留下來 七天內 比如說用到可能五六天 覺得不好用 就把它退貨 它就會來收了 然後退貨之後 東西就不要了 像各位後面看到那個 那個電風扇 那個其實不叫電風扇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 這叫什麼 冷氣循環扇 它不叫電風扇 那個也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那個差別是說 電風扇只是吹這個範圍 它是說它可以這樣把冷氣打到前面來 我就想說買買看嘛 好像還沒七天 我都想說試用看看 如果實在不好用 那個包裝都還在 我就把它包回去 然後再上去之後 就把它按退貨 它就會來約時間收 收這個東西收回去了 東西就等於是退還給它了 這是網路購物的一個遊戲規則 先...我是用信用卡 它會預扣 可是如果退回去之後 它就會把錢又退還給你了 這個...反正就是它或... 退回去之後 它就會...就會直接...